第十七个问题 它是请问无念而念念而无念 即使分别亦非义吗 念佛时是无念而念 无由念头而只是口念佛 还是边念佛边想佛义佛呢 如果你念到无念而念念而无念 你就不会到我这讲堂来 你也不会来问我了 为什么呢 那是一心不乱了 有这样的功夫啊 你往生是随意的 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 在这个世界喜欢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 你已经生死自在了 如果到不了这个功夫啊 还是义佛念佛 用这个方法好 口里念佛心里想佛 因为你想佛你就没有妄想 你不想佛就有妄想 这个道理要懂 不想乱 我觉得 仇佛 我问题初步 都不行了